我们前面有跟他讲解过 说怎么西方心理学越往后面走 就越走进一个死胡同 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在现象表面上做文章 同时又一种现象引盖另一种现象 为什么呀 他忽视忽略了人本身是一个 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真正你懂得中医 懂得运用中医的原理 来调理身体的时候 那么真的就可以找到身心同志标本精致 原因就在于身体和你的情绪精神 他真的是相互相成的 特别是他们传统中医里面把人的 甘心脾肺肾和人的喜怒忧失悲恐惊的这种精神情绪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大家明白了 一个好的中医 他真正的沟通是特别能够走心的 而且呢 整个身体里面 整个身体啊 他躯体化症状表现出来的时候 那整个身体往往呢是在投射了他的 精神情绪 心理状态 所以 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生心同志啊 所以我们今天把两个话题 夏季的属丝感冒 和夏天里的抑郁症 经在一起聊的时候 其实是告诉大家 同样的一回事 一个原因核心原因 一个核心的道理 就是 心脾受伤 心脾阳虚的时候 不仅仅是表现成肠道问题 不仅仅是表现成肠道问题 不仅仅是表现成肠酸腿凉 消化不良 而呢 也同时会表现成精神 低迷情绪低落 最后 这两个疾病的症状 这两个疾病的症状 表现不一样 但是呢 他们内在的原理核心点是一样一样的 明白吗 这才是中一 中一 中一